我现在停车的这个地方 正好随手拍一下 看看那个丰田 你看远处一辆那个老款的Yaris 然后这边这个女的旁边后面 是一辆丰田卡罗拉开出来了 是一辆卡罗拉的旅行 然后右手边这 是一辆丰田的老款的RV4 然后这又是一个上一代的Oris 就是卡罗拉的那个上上一代的 非常老的 然后远处又是一辆那个Yaris 哇这个丰田存在感非常强啊 不过都主要就是那个Yaris和卡罗拉嘛 这个也是丰田的两款神车 哎呀我要人家要到的就我 我可能要那个什么了 天气好好啊 非常的清凉啊 那种感觉 现在气温是16度 但是我车子里面就显得有一点 晒了 因为我车的刚才停车上一直盯着太阳 我这个巨大的风挡 所以车子里面深光 实际体感温度就比较高 现在是中午时间 周三中午的时间 现在开车去小镇里面接媳妇回家 走快速路绕过去 现在真是春天 最好的时候 春意盎然 植物全部都变绿了 叶子全都 全都出来了 树上变在植物上 都这种嫩绿 非常看见 舒 特别有生理 因为这一段路比较好看 感觉所以我要录一下 你看路边的小野花 黄色的小野花 全是都盛开了 降到14度 顶着太阳的话 车的可能刚开的时候可能在20度 现在实际温度显示是14度 早上边 发动车的7度 因为这两天稍微有一点降温了 这种春天就是这样的 阴晴不定 起温一会儿高游的时候 前段时间 前天下了一场雨 大的 加上一场雨以后 加上这个起温 所以植物疯狂的生长 这一段的感觉就特别舒服 每次开到这 但是这个地方也是 事故多发的地段 刚才有一个那个牌子 就是警示的 这地方限速是70 前面的小车开的好快 然后在这样一个路牌旁边 经常会放一个流动测速的一个装置 流动的 这边也会放就在这右手边 但在这的机器 这段的限速都是70 只有过了这段大转弯以后才变成90 这是一个快速路 再就出去了 自路进竹路 注意停车都明显 两个大大的stop 没有人吧 像这种速度 没有完全降值到零 挂一档的话就感觉特别别流 一般都是爱的直接来一个半年动起 才有车吗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一档一档的话一般就是深思烈洁就是为了起步 或者爬非常抖的坡就短时间的那种 真正神奇的是爱党和这个三档 二档的话我能加到60 三档的话 最低速度可能30多就可以用 才有车的流流巨大 转速很低了 三档三档 30的话可能有点拖档 但是是可以走的30多公里 但是我可以加速给左边加了 左边动了一个电子线数 一个一个排 电子线数排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三档的话我可以加到100 四档的话可以加到120 四档120 然后肯定不止120 三档都可以加到100多了 真的巡航的时候 省油状态的话 那就是六档 六档120巡航 可能转速两千多一些 我一般喜欢那种 我不喜欢那种高档低速的状态 那样对发动机 也并不一定是多少油 然后发动机还没有力 老是脱档状态 然后容易积碳 到了 中午回去 送媳妇回去 还得回来 然后我就想着 是不是要去 我好久没有拍视频了 实际上也没有拍车了 想今天中午去拍一下 媳妇好像还没过来啊 再等一下 今天车好多啊 今天车好多啊 应该没过来吧 先熄个火再等一下了 好久不见了 来吧